行事局专案小组人员小心翼翼进行攻坚 顺利破获上市烟弹分装场 另外海关人员与行事局干员也从邮寄包裹中 查获数量庞大的上市烟弹 及超过一公斤重的伊托米子 这是伊托米子在8月5号正式被列为三级毒品后 国内破获的首中跨国走势案 行事局方面说明侦办经过 成功拦截一批从境外空运至我国的包裹 内藏伊托米子的粉末净重超过1000多公克 警方并于新北以及宜蘭等地区展开查试行动 那总计两波的行动共查获六名犯险道案 并且查扣伊托米子的一个烟弹总计616颗 以及伊托米子的一个粉末1314公克 以及大量的一个制造工具 那初步可再制成 一万五千颗的一个烟弹 那估计市值超过新台币3000万元 警方调查流行嫌犯还自创商标品牌 并嚣张地在网路上播放行销广告 每颗烟弹售价2000元 买家以ATM现金存款付费 再透过超商电道店取货 甘油香剂等等 那现场还有甚至 还有自己制作商标的一个商标机都占了 全海已经依违反药师法 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新市局方面表示 将持续追查东南亚伊托米子来源 也呼吁民众远离这类的危险毒品 保护自己及家人的身心健康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